玉琳你好 嗨你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玉琳我姓赖 然后我有三个小孩 目前都大学生 对然后本身是在地的宜兰人 你信仰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信仰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受洗信主的 所以大概今年大概是满七年 那时候什么原因 其实主在我身上真的有太多恩典 可能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真的那在当时我记得也是在工作上 就是遇到很大的一个瓶颈 然后其实应该讲的是说我的家庭 我的先生也在那个当时 就是遇到了他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因为这样子要背负家里面所有的经济来源 其实在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 基督徒也没有听过这样的信仰 但是神他很爱我 他在我还不认识他之前 就有一个算是传道人 然后来我们家分享福音 是刚好按门铃啊 对他就是来我们家按门铃 可是一般人都不会开 都以为是退销员 而且他还很恩典就送我一本圣经 但是那时候因为其实不瞒你说 我以前是仙姑喔就是会到处庙宇这样子 就是会去拜拜啊打坐啊祈求平安啊 所以我根本就不会去听他说那本圣经有多好 但是我那时候那一年我就把他的那本圣经 一直放在我的书柜里面一直没有离开我 对 所以刚好就是2016年全家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就对 对对对那时候 让你转变信仰 对因为那时候我有把他来跟我分享福音的时候 有一句话我有听进去 他说当你忧愁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打开圣经 他会安慰你 可是为什么你不是选择到处去求到处去拜 其实在我还没打开那本圣经以前 当然还是啊还是会 但是我总觉得怎么还是会有很多不平安 然后有很多的就是做了很多 比如说拜这个拜那个 然后花了很多的钱 可是都没有得到我所要的结果 那因为在当下我就想到他那位天使跟我说的 翻开圣经会有一句话安慰你 所以我就试着去翻开他 然后我就被圣经的故事给感动 然后想要寻求这样的一个很棒的福音 可能当下也要你决定要开门啊 不然一般人不会让陌生人进来吧 对 但是我就觉得那都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因为神我觉得他已经知道我需要他 所以他已经安排一位天使让我可以有机会来回家认识他 所以当我翻开圣经的时候 我觉得那句话感动我就开始寻找这样的一个的的一个教会 那也很神奇因为其实人在一个很悖逆的心之下 你不会马上想要去接受 所以我就会默默的想说 有谁认识基督徒啊 然后什么默默 可是他跟我讲我还是可能不会马上去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在家庭以及在我的工作当中遇到了很大的瓶颈 所以我就寻求了在我们那时候当时是在罗东的灵良堂 对那我知道有一位朋友的朋友他在那边聚会 那我就知道说有这位朋友的朋友我就想说去看看 对 然后他跟我说我还不想直接跟他说我会去 所以就默默的戴着帽子 然后压舌帽压低头这样子 对就不想被他发现 可是神真的很神奇 当我走进那间教会的那一刻 就有一位 以前算是在一开始我的工作是 那时候是出版社嘛 然后就有一位那个以前的同事 认出你 对认出我 然后就很开心的抱着我 就跟我说哇玉琳姐你终于来了 我问你祷告好几次 我真的很希望你可以很快乐很幸福 然后我想说哇这什么东西啊 就很感动 你不是包覆的非常好吗 对我包的非常完美哦 戴着压舌帽然后戴着口罩 那一年还没有疫情嘛 所以都是包的非常完美 然后发现哇神真的是很爱我 既然都有人在为我祷告 对对对 所以就自然开启你的信仰之路 对 但是在当下你还是人嘛 总是很背逆 想说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会有这种这么神奇 因为当你没有亲身经历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那是跟你有关系 还是有点怀疑就对 对所以一进到教会 当然他就带领我跟他坐在一起了 然后我们就会唱诗歌啊 那你就被那个诗歌感动 你就哇哭还不想被他看见 但是呢你又真的会 被诗歌里面的那个内容 你就发现主在告诉你 然后在爱你 他知道你的苦 他知道你所有的一切的困难 所以我就哇就开始 嚎啕大哭 对 从那时候我就真的被神的爱跟 一切他的所有的爱我的很多的经历 这样一直走到现在 是不是也是因为你工作转换的顺利 让你更坚定这条路 应该也是可以这样说 为什么因为在那一年我的出版社 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算是改变 因为台湾在出版社这一块 已经慢慢的移居到大陆 那台湾在出版社这一块 也满满没落 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都3C产品嘛 对那可能我要到上海去 可是我没办法 因为我刚刚说过嘛 我家里面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 然后我的孩子以及我的经济 都要来自于我这边的支出 所以我就必须要不能够离开我的小孩 这样子 所以我就放弃必须要去 外派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在台湾这边 瞬间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工作 但是神都很巧妙的安排 对 可是外派当时不是会有一些加急吗 或者是一些什么出差费 能够对你经济上有点帮助 应该是这样讲 我从我工作以来 一直都是比较业务的性质 对 以我目前来讲也是业务的性质 所以我们的工作虽然有一定的底薪 但是绝大部分还是来自于你的绩效 所以在当时我不能这么冒险的情况下 又加上孩子还是需要我们在他身边嘛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到大陆的上海 然后在台湾 那时候刚信主没多久 所以我就知道说 我想跟你分享一段 我们在圣经的一段话 他在菲利比书的四章六到七节 他说应当一无挂虑 凡是借由祷告交托赞美 神必应允你 所以我就因为这样想说 刚学会祷告嘛 所以我就开始用祷告的方式来 把我的困难来交托给神 所以在当时呢 我的困难就是我的工作嘛 在台湾 经济 对没有工作 甚至我的经济很庞大 需要一定的经济的来源 然后神真的太奇妙了 他就 那时候刚我也不太会玩FB 因为我们这种出版社的大概都是书本翻阅 那就在FB上面搜寻说 有没有就是工作啊 有没有一些像那种 这样一个一个 算是一个寻找这样子 然后就找了一个 刚好也是一个业务工作 可是这业务工作呢 它需要你有一辆机车 对 那我呢 平常都是开车 然后以前都往返台北 所以在宜兰也是有 但是大部分都是用开车 然后没有机车 想说哇那这工作需要机车 那怎么办 然后手上经济那时候还不是那么的OK 所以我就祷告 凡事交托凡事祷告 对 然后真的太神奇 我告诉你哦 真的我的那辆机车也是神 透过一个陌生人送给我的 在FB上面 他就说你需要机车吗 你要不要看看我的机车 然后呢 我就说好啊 那你这台机车卖多少钱 他说没有我要送给你 而且 你在脸书发文说你需要机车 当然在当下有很多 雪片般飞来 这台车三万 这台车都有车要卖 可是我会想说 我的经济在当时 可能没有办法去承受 一台可能四五万 或者甚至二手都要三万块的机车 还是想要找更便宜的 所以我就凡事就是祷告 然后就一位小天使 他就说 你要不要看我的机车 然后我就说好啊好啊 他就把他车PO给我看 当下我说这台机车很棒 我想说应该很贵 结果没有 他说我要送给你 他送你的理由是什么 他应该还不知道 是因为基督徒 或者是怎么样的关系吧 其实我到现在 我真的还不晓得为什么 但是我只知道 这是神 非常的爱我 真的 因为那位先生 他也是台北人 但是我当下问他 他说因为他刚买了那时候 Cogolong是不是 刚开始上市 所以他就买了 新的电动 对换了电动机车 所以他那台油车 他就刚好不什么需要 可是还很新耶 他是很可爱的哦 是那种复古的一台绿色的 源头的大头的机车 对 然后就很感谢 然后他还很神奇 他还帮我把油加码 还帮我保险保一年 对 神都知道我的需要 所以他就把这样的一台机车 送给我 一直在我的工作上 帮助我 这样子 会有这样的机缘 除非你刻意写你的经济状况 不然很少人会主动 送给一个陌生人 对不对 真的 所以你来信主就知道了 神的安排 真的 真的是神的安排 因为我没有讲 我什么经济上的匮乏 或者是我可能在 这台机车上面的一个计划 可能要多少钱到多少钱 都没有 我只跟他讲说 我需要一台代步的机车 能够在罗东市区内 能够方便出入这样子 所以这个机车 就是你现在业务工作需要的交通工具 对 没错没错没错 从此就顺利在经济上 非常顺利 当然在过程当中 你也知道嘛 我刚刚讲过 我是业务上的工作 那我现在任职在罗东的星光人寿 那星光人寿这份工作 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从一开始想说 有个每个月 可能三万块的薪水就好的一个 很很安逸的一个想法 结果一直到现在一路做到去经理 这一路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你一开始 渴望至少有个保障底薪就好 结果业绩就做上来了 对对对 所以跟信仰有关系吗 我一路都是靠祷告而来的 对真的真的真的 对所以就很感谢神 最后讲为什么来到众威灵良堂 这说也是一个恩典 因为我在2016年就七年前信主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早期也是一个 就是都以家里面有采公妈 然后有拜拜 然后就是就会蛮迷信在某些宗教里面 那那时候我信主的时候 妈妈其实她是第一个我告诉她的人 那我妈说她什么是信主 她就来观礼 然后在当下观礼 她就被圣灵充满就很感动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曾经 内心最可能难过 或者是甚至受伤的一个角落 然后她就因为这样我的受洗 她就感动 然后感动之后呢 她就跟我参加了一些 教会的一些小组的聚会啊等等 那我妈妈是当地的壮为人 对所以她就一直很想说 想跟我一样来认识主耶稣 对那后来就是在壮为 一直想要寻找教会 对那一直到我一个 因缘际会情况之下呢 在一个我妈妈就经过了几次 我们壮为林良堂的教会门口 就发现这是教会吗 怎么那么的像家庭式这样子 她就一直不敢自己前来 然后我就说好啊 那我陪你去看看 然后就陪我妈妈在这里聚会 一直到我妈妈受洗 然后我也爱上这个教会这样子 所以你还改变你妈妈 对我不只改变 也不是我改变 是我们的上帝改变她 她本来以前是很暴躁脾气的 就是那种东北有没有东北 大侠女那种很暴躁脾气 赏门很大 对赏门很大 对然后以前我跟我妈妈是完全就是 那种用吵架来解决问题的 可是我妈姓祖以后变得很柔软 然后我的孩子 我有三个孩子 我刚刚说过嘛 都是目前都大学生 然后他们也都陆续姓祖这样子 所以全家都改变了 目前只有我先生 所以要为我先生祷告 期待她赶快加进来 对对对 谢谢玉玲 谢谢你谢谢